一,当然,如果是提到了互换身体这个梗,那剧本也有了,平白少女杨超越一觉醒来,发现自己和孟美琪互换了身体,第二天又和吴轩一换了,而阴险的吴梦二人用杨超越的身体使劲唱歌跑掉, 一,愤怒的杨超越一气之下用他们的身体申请退团了,二,或是独自夺步,念道,一不错,不不错,场面一度充满黑人问号,甚至不知道从哪里获得了信仰一般的歌述感,趁自己要的演习攻略保持忠贞,不看如意这儿,不能同时爱上两个皇帝,甚至守恋也没能幸免,看看伤途中情缆手上的东西, 熟练至此虚种,后遗症患者都改成了盘串,其实自缠一番,大家多多少少都会有些上述症状,不过并不用过于担心,等到下次爆了新的剧,就会不治而遇了, 三,或许是因为对古装偶像剧上心有了限制,如今小生小花们纷纷转战了民国剧,或许在不久之后,我们将迎来一波民国剧小高潮,虽然背景全都放在民国,但系数下来,题材道都不尽相同, 从小言爱情到民族大义,从建筑师包公头的故事到真他之人。